今天我们武汉特别冷 是不是特别特别冷吧 对因为这两天武汉下雨 然后湿乎乎的就很冷 然后但是我还是跑到加盟来 我们今天到加盟来就是为了放一下无人机 Mavic Air 然后这个无人机应该买了有两年了吧 差不多 对因为北京不让飞 所以每次回武汉我就带回来 北京就是只能在六环之外飞 然后就是有可飞区很有限 然后有一次才跑到廊坊去飞 对然后我还以为他人丢了 因为手机看定位人在廊坊 所以我们就要在这个江边 江边的话很冷很冷 我觉得很冷 这个手音就冻上了 就拿这个相机去看看吧 然后给大家聊一下就是无人机和MFK2 好吧走吧 真的很冷就是很湿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边一个人都没有非常的 冷清对吧 对 很冷清 因为要是过年 要是这种天气 谁会无聊的跑出来呢 江汉边上的就是绿道 然后这边走是很舒服 因为周围的这种路修得很好 然后还有这些绿化的东西 但就是真的一个人都没有 觉得像到了一个就是怎么 这家因为今天有物很重 有点像游戏里一样 就没有人 机灵 对 浅厚500米都没有人 恐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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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到了找了一个位置 找了一个广场 可以下去 去拍拍那个江 然后拍拍那个什么渡轮 然后看到 对吧 那个入口 我们去那个入口 真的很冷啊 我们到江边来了 好冷 但这感觉很好是不是 是的 就是因为人很少 很安静 然后就是一条水明线 江水在流 然后那边又是长江大桥 然后又在雾里面 这边还有床屋 对 码头 其实是很有意境的一个感觉 但就真的体感是非常的冷 挺冷的 主要是这个江风这样吹着 对吧 然后又很潮湿 对吧 真的还挺冷 但是这个感觉很静谜 就是那种宁静 安静 因为你能看见整个长江 又很安静 也没有人打扰你 因为感觉就是很辽阔 感觉可以思考一下人生 对 但可能思考5分钟 就被冻回去了 其实这个真的是不经常使用 真的是平时玩的也很少 反正这个桨也有点弯了 有点坏了 不知道这个电池能不能用 反正昨天本来拿出去想要拍的 但是这个电池说是动力不足 太冷了 今天试试看吧 可以飞 可以飞 准备起飞了 起飞之前要把东西都放好 看看周围有没有人什么这样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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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就像刚才在前面说到的 其实这个无人机MAPI我已经买了两年了 然后也不是说要去做评测 因为已经很长时间了 所以只是想分享一下无人机的一个使用 我觉得其实主要分 我自己有两大的感受 第一个就是说 其实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我有两次是非常就是差一点 非常close就是去伤害到别人 一次也是因为回到这边来 然后在江边去飞 然后当时是很新奇 就是用这种环绕模式 让它去环绕我去拍照 然后我再往前走 然后它还要环绕我 就这种感觉会很酷 但是没想到就是当它从高处慢慢环绕到低处的时候 准备收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人骑那种电瓶车过来 然后这个就差点就碰了它头 就是上面一点点 大概就二三十厘米的样子 所以是非常惊险的 还有一次就是我也是回到家 然后在一些老房上面去飞 然后当时飞到500米的高度 因为当时是有遥控 然后飞到500米的高度了之后 就因为当时快没电了 但是我真的很想拍到那个小区的全貌 因为那整个全貌是写的 应该是一个喜字 就是老的那种双喜的喜字 这个非常有纪念意义 因为它要拆了 所以我当时就非常坚持要拍 但是最后好像大概只剩16%的电 然后才能回来 我还是坚持了一两分钟 然后慢慢的在回来的时候 基本上是快没有电了 就是我当时真的很害怕 就是怕摔下去或者是砸到谁 那这个就是不是你玩摄影 就是能解决的 就是它其实伤害会非常大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觉得就是无人机一定要安全 一定要谨慎 所以我现在你看我没有升级新的Mavic 应该是新的Mavic Pro吧 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第一在北京 其实根本就飞不了 所以买了放了放到家里也没有意义 就是其实平时周末也很少 就开车到外地去飞 然后就是只有回家了才会飞 所以没有升级 因为我觉得画质还是够 我觉得它的画质不太行 但是还是够的 所以Mavic Air还是可以去用 但是安全上面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安全 哇塞这江边风太大了 然后来采访一下北方人来南方 我已经顿哭了 我真的动到流鼻涕 其实我也流鼻涕了 然后刚刚蒙汉路无人机起飞 大概5分钟不到 手都要动掉了 他还好 他还有手套 我都没有手套 真的好了 然后可以看看就是穿了一件 简单大衣和毛衣 我就穿了个轻型羽绒服和一个帽衫 我看 我真的很佩服我自己 就是我原来在武汉我都不敢这么穿 然后去北京 因为北京有暖气 然后就习惯了 就来这边 我的手真的要动坏了 温暖的北方 好好 温暖的北方 其实北方人一直 真的很冷 一直不知道 北方一直说自己是零下四季度很冷的 其实还不知道南方是真的冷 其实因为我不是第一次在冬天来武汉 但是是第一次感受到冬天武汉的冷 因为之前来都没有下雨 之前来都其实挺暖和的 对 好吧 我们再看看最后这个江边 我们就打算走了 然后刚才拍了很多江边的东西 江边人 就是这个单纯是江也很好看 然后现在又有点下雨了 现在我们打算在无人机再飞下这个窗屋 我们刚刚走过来了 就飞到上面去看一看 然后这些镜头就留着今天的Vlog的BRO 和一些中间的过场吧 好吧 那我们去拍一下 好 走 走 看看这个已经被遗弃的窗屋 遗不遗弃其实我不知道 其实我不知道应该没有遗弃 那还在用好不好你不要乱扯 对应该没有被遗弃 我会有点子 我会有什么事 再来说 这就会有什么事 因为你会有什么事 对应该有什么事 对应该是因为你还在那边 不及时 对应该有什么事 对应该是西柳 那么就是还有一点就是 其实无人机就是用它还是需要很多的保养 很多的一些安全知识和一些维护知识的 像我这个讲页其实有点弯了 就是放太久了 就是一直没有飞 它有点弯 它其实飞的时候不太稳 有点打到机身 这一点就其实是需要注意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无人机 就是看你自己能背负多少东西 像我现在这个样子 就是拿一个相机 再拿一个就像这种的摄影机 再拿一个无人机的话就会非常非常多 然后电池也会很多 然后充电线也会非常多 然后在武汉这种其实不算是很冷的情况下 这个电池有的时候还是飞不起来 所以还是会有时候会有糟糕的感觉吧 所以我觉得无人机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刚需 至少我买了之后 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刚需 就是如果你只是想要有一些 就是出去玩就是要发发朋友圈的话 我觉得买这个有点不太值得 但是确实有些地方你需要一些不一样的镜头的话 我觉得只要你需要航拍的镜头 不管怎么样你都是需要它 所以这个就很正常 这个就是看个人的需求 但是如果作为一个普通用户的话 我觉得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 可能没有必要再去买更多的无人机 这个无人机也是我打算把它用到坏 然后再说可能有的时候有一台可能还是要有一台 但是就是可能就没有那么的重要 我觉得这种设备 已经冷死了冷cry了 开始下起小雨了 浑身就是那种湿透的感觉 崩溃了已经 崩溃了然后北方人崩溃了 特别冷 眼镜上面都是 对 镜头上面应该也都是雨了 可见 可见这个GH5和它这个镜头 我是多么的乱用 但是GH系列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 但是觉得非常可靠的一个摄影机 所以就这样吧 反正估计也不会去卖二手了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还蛮好用的一个摄影机 iPhone已经动到没有电了 iPhone已经没电了 这个还可以 还有三个电 很好 可以 你可以带它去南京 太冷清冷静了 然后地上都打湿了 你看看地上都湿了这么 这人已经不行了 你家撤了 他说他放弃了 录不了了 你看看看看 哈哈哈哈 好 我吃饭了 我们先去吃火锅去了 我吃饭了 我吃饭了 你不吃饭了 你不吃饭了 我吃饭了 你不吃饭了